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谢谢 尤诚意 原冰岩主演的古装仙侠偶像剧 琉璃将在本周彻底完结 等不及的小伙伴早已选择超前点播 提前看了大结局 对于大团圆收尾很是满意 整部剧的热度巅峰也早已过去 后续接连不断的争议与讨论 似乎也就此平息 演员也是告别的告别 宣传新剧的宣传新剧 粉丝却没有就此江湖不见 琉璃点拨结局一出 女主袁冰岩就遭到围攻 以男主诚意粉丝为首 突然放出大量爆料 猛锤女主业务能力差 还不敬业 坑完男二坑男主 还拖累全剧组 颇有些时候算总账的意思 这一批憋到大结局 才放出的内容 包括拍摄期间的聊天记录 举开播前的爆料 导演采访 男二留学艺的微博等等 涉及相关 比之前女主亚戏更严重 去年琉璃还在拍摄期间 就有探班粉丝吐槽袁冰岩 称他哭戏半天哭不出来 全组等他一人酝酿情绪 结果还是拍不好 只得让所有人陪他不拍 这位粉丝还嘲讽袁冰岩 是国际员 直言他得不配位 更是爆料哭不出来的情况 不止一次两次 几乎是次次都需要补拍 占用了其他演员 本来就少的休息时间 可袁冰岩自己 却每天要求保证十小时睡眠 吃到害的全剧组报膳 不敬夜到全剧组都不待见他 琉璃的导演 也确实在采访中提过类似内容 说袁冰岩一开始就演不好战神的眼神 有一场戏为了拍袁冰岩的眼神 就拍了好几十条 这一场戏还是群戏 周边的演员都在等 等得所有人都有意见了 配合爆料看也是满满的暗讽了 不过导演最后还是给袁冰岩留了面子 说这样刺激了一下他 他以后就越来越认真了 不过其他人明显不这么认为 又甩出去年七月的聊天记录 爆料剧组提前收工袁冰岩 不好好准备第二天的戏 反而跑到海边玩了半天 第二天拍戏台词都说不好 剧组又被迫等他 等到现场骂娘 这一天拍的还是重场邵阳大战 饰演白地的刘学义 在空中吊着威亚被曝晒 刘徐一本人也在微博提过这件事 说自己从白地变黑地 发哭泣的表情让人救他 看时间和爆料也对上了 袁冰岩自己还在微博发过 他在象山游玩的Vlog 开篇就提到自己还有二十多天杀青 根据刘梨的杀青时间倒推和爆料时间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就算到了拍摄后期 女主的演技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 依旧在拍戏时让演员和工作人员在大太阳下哭的 夏天拍古装戏本来就很艰难 最怕的就是等待 因为戏服实在过于厚重 男主诚意也被女主坑惨 关键剧情要穿着几十斤战服带到高温的棚里摸戏 甚至导致腰伤进医院 也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 粉丝不想伤害到喜欢的演员 辛苦拍摄的剧集 一直憋到琉璃播完才开始放料 从琉璃开播到结局 特别是到了后期 女主袁冰岩戏外的口碑就一直不太好 观众也认为她对角色的诠释差点火候 加上这些爆料 也许她真的需要考虑再进修一下 调整心态 好好磨练一下演技 多把心思放在业务上 下一部戏才能更好呀 谢谢大家观看 更多精彩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